6月20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专题呈专机抵达平壤 开始对朝鲜 专题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十二时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平壤顺安机场 雨后出勤的平壤 天高云淡 气候宜人 到处郁郁葱葱 繁花似锦 整个城市洋溢着友好热烈的气氛 机场上中朝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同志鲜血凝成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劳不可破的友谊 团结万岁大幅标语高高悬挂 近万名群众排列成整齐的队伍 有力的挥动着花束 以欢快的口号和热情的笑容 欢迎尊贵的中国客人到来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 在朝鲜群众浪潮般的欢呼声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不出舱门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闲梯旁热情迎接 习近平走下闲梯 同金正恩亲切握手问候 朝鲜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 习近平主席并同前来迎接的朝方高级官员一一握手致意 朝方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在二十一响礼炮声中 军乐队奏终朝两国国歌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了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并观看了分裂式表演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进军也到机场迎接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朴凤柱 李永浩 李万健 李朱雍 崔辉 金英哲 金秀吉 李永吉 鲁光铁 李龙南 金宇正等参加机场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结束后 在二十一辆李斌摩托车的护卫下 习近平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 沿途数十万群众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五彩缤纷的鲜花 热情洋溢的高呼中朝有一万岁等口号 家道欢迎 6月19日 当地工作人员在平壤市区街边安装朝中两国国旗 新华社记者江亚评设6月19日 在平壤凯旋门附近的一处报纸出窗前 市民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主流媒体劳动新闻发表的署名文章 新华社记者江亚评设习近平抵达黎明大街路口 换乘敞篷车 与金正恩同车前往锦绣山太阳宫广场 街道两旁 人山人海 盛况空前 欢迎民众站在高坡上 从住宅楼的窗台上 向中国贵宾欢呼致敬 到处都是热情的笑脸 友好的欢呼声不绝于耳 习近平和金正恩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 6月19日 工作人员在平壤街头悬挂使用中朝双语书写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标语牌 新华社记者江亚评设6月19日 平壤市区主要大街苍田大街两旁已经悬挂着朝中两国国旗 新华社记者江亚评设明媚的阳光下 锦绣山太阳宫广场显得格外雄伟 金日成 金正日的巨幅画像并排高高悬挂 大型花坛铺展在宽阔的广场中间 芬芳土睿 绿意盎然 欢迎的人群身着节日的盛装 城方阵排列 习近平抵达时 数万只彩色气球飞上天空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 在这里接受朝鲜党政领导干部和平壤市民代表致敬 同他们一一握手 这是外国领导人首次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接受致敬 充分体现了东道主的热情和敬意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崔龙海 金财龙 蒲光浩 金平海 吴寿永 蒲泰成 太亨彻 崔复日 郑金泽 金德勋 李周武 董正浩 金能物等参加致敬活动 6月19日 当地工作人员在平壤黎明大街街边悬挂彩球 新华社记者江亚评设6月19日晚8点左右 朝鲜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配以朝鲜语字幕的中国电影建党伟业 新华社记者程大宇设随后 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营宾馆下榻 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当地时间6月20日11时40分许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朝鲜首都平壤 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央视记者身拥 马力飞行宾张旗宾现场图环球时报 环球网报道驻朝鲜特派记者网九尘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20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热烈欢迎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的社论 欢迎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 社论中说 习近平同志对朝鲜进行访问充分显示了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朝中友谊 也将使朝中两国人民之间鲜血凝成的纽带变得更加坚固 社论中还对中国党和政府所取得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 社论中说 今天 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沿着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路线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得到强化 强军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正努力在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取得全面发展 社论中说 无论岁月流逝 山川变化 朝中人民的友谊之情和团结的纽带永远不会褪色 此次习近平同志对朝鲜的访问将在朝中友谊的历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也将进一步推动朝中友谊的发展和加深 sentir肯定感受到备了 真的有意义吗 无论之天